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呢 关于台湾呢,最近有什么动静 那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 台湾不光没有和大陆通信 不光没有和大陆通力合作 没有一点同胞的观念 没有一点同胞的感情 不仅没有对大陆施以援手 反而是落井下石 千方百计的玩政治 这就是蔡英文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蔡英文 就积极的响应美国 把这个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呢 叫做呢,武汉肺炎 之后呢,虽然说 连WHO世界卫生组织都改变了叫法 但是呢,台湾方面坚持叫武汉肺炎 后来呢,台湾有一些媒体 他们顾虑到他们观众当中呢 有很多大陆的观众 连他们,连一些媒体呢都改口了 不叫武汉肺炎,叫新冠肺炎 但是呢,民进党,蔡英文政府 这些个官员们仍然使用武汉肺炎 以及民进党的一些喉舌媒体 他们仍然是在坚持用武汉肺炎 简称武肺 那蔡英文呢,在大陆刚刚显示出来 这个口罩不够用的时候呢 蔡英文就立刻下了一个命令 说台湾的口罩呢,一律不可以出口 一个月不可以出口 虽然说,自从他颁布了这个命令呢 一个月已经过了 而且台湾的口罩呢,也有所缓解 但是呢,台湾又重申说 口罩不准出口的这个禁令呢 仍然是有效的 他丝毫就没有想到说 之前他们的口罩呢 其实有很多都是从大陆进口的 虽然说呢,他们现在改造了一些工厂 建立了一些工厂 改造了一些设备 由自己来生产的口罩 但是呢,他们丝毫没有顾及说 这些个原料 其实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现在全世界的口罩呢 基本上在世界范围当中 包括美国 50%以上都来自于中国大陆 而这些原材料 即便是由当地生产的口罩呢 原材料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可以说呢,中国大陆如果说在这方面 在原料方面 卡他们的话,还真卡得住 但是呢,中国一贯的 就像我经常说的 中国人呢,从来都是以德报约 讲究的是一个冤家一解不一解的这么一个人生哲学 蔡英文呢,虽然说她也是中国人 真的是一点都不像中国人 非常的狠毒啊 那这两天呢,蔡英文他们又闹出来什么幺蛾子呢 这段时间以来呢,大家都知道哈 在这个武汉的疫情出现之后呢 西方国家呢,就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肆的污蔑以及攻击 那中国的那些港独分子们 台独分子们 他们也利用这段时间吃力盘外 跟国外的反华势力呢,进行呼应 他们看到了联合国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谭德赛 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 他没有刁难中国政府 比较客观公正一些 他们心里面就不舒服 曾经呢,他们联名要罢免这个谭德赛 但是并没有得逞 最近呢,台湾又想出了幺蛾子 美国白宫不是他的网站上 有一个请愿的功能吗 有一个联署的功能 如果联署的人呢,超过十万的话 美国政府,也就是美国白宫 他们会采取行动的 那台湾呢,现在他们利用美国的这一个功能 他们发起了一个什么样的请愿呢 他就发起来了一个联署 请愿美国白宫 要求美国白宫出面 来罢免联合国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谭德赛 这个台湾呢,一贯的是抱美国的大腿 他们就觉得呢 美国呢,是人大势大 势大力大,无所不能 他们觉得只要抱住了美国这个大腿 就无往而不胜 现在呢,他有请求美国来罢免谭德赛 那他是一个什么目的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 是没有台湾一席之地的 原因呢,就是因为台湾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之前呢,中国大陆并不跟台湾多么的计较 中国大陆政府呢,就本着说呢 大家都是同胞,对吧 大家呢,同文同种 本事同根生 就对台湾呢,能施以援手就施以援手 虽然说它并不是一个国家 虽然说呢,它对两岸统一呢,非常的抗拒 但是呢,中国政府还是让他们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 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进来 来列席会议 但是呢,他们并不领情 尤其是蔡英文政府 尤其是民进党 大搞台独 现在呢,从暗独到台独 这个蔡英文政府,她上台以后呢 就不承认九二共识 现在呢,就连国民党现在也不承认九二共识了 国民党呢,真是自毁形象啊 自甘堕落 现在就变成了民进党的二部了 好,我们不说这个国民党啊 就是自从这个民进党啊 蔡英文上台以后 她就不提九二共识 不承认九二共识 搞起来了台独 把暗独呢,明朗化 最近呢,总是在主张 台湾的主权,台湾的主权 虽然说呢,她并不敢明的 从法理上来进行台独 但是呢,她的台独之心 是人人皆知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就不再允许她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有一席之地了 那在蔡英文上台之后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呢 就没再邀请台湾来 那最近疫情发生以后呢 台湾又拿着中国疫情当中 有任何的一个披露都拿来说事 要求世界卫生组织 把台湾列入一个成员国 这件事情呢 美国也是在敲编谷的 那她现在呢 到白宫的网站上联署 要求美国罢免谭德赛 谭德赛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总干事 她罢免了她以后呢 台湾竟然还提出来了一个人选 那就是台湾的卫生部部长陈时中 台湾的卫生部部长陈时中 这段时间以来呢 她是负责台湾的疫情的 她是负责台湾的疫情防疫工作的 这个防疫工作 台湾就认为呢 他们的防疫工作做得非常的成功 因为呢 台湾这段时间以来 在中港台澳 这个四地 两岸四地 他们的防疫工作呢 她认为她做得非常好 她确诊的人数呢 比较稳定 这也确实是事实 她的确诊人数呢 比较稳定 但是 她怎么稳定的 我们大家也是知道的 对吧 台湾就是那么点小的一个小岛 然后呢 她就不让别人来 她就不让别人来 尤其是台湾到大陆去过年的一千多个台胞 她都不让回家 那些家属们就算是到行政院给她跪下了 哭求都不行 她连这样的 毫无亲情的手段都能够用上 邮轮呢 她也不让靠岸 反正就是各种的手段 隔离的一个手段吧 造成了他们台湾的这个确诊的数额呢 还比较稳定 把这些呢 都给自己戴上高帽 认为好像世界卫生组织呢 应该让她去介绍经验 世界卫生组织呢 应该由台湾来掌握 由台湾来管理 世界上的防疫工作 由台湾来引领 现在总之是不知道姓什么好了 现在都没有资格去列席会议 竟然还能提出来 由陈时中来担任总干事 这是华天下之大吉啊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